這隻冷冷行的貓就是蟲草哥 他是太子一間中醫店的店長 平時喜歡在魚缸喝水 去後巷捉老鼠 心情好時就做蜜枕 慰勞一下病人 這班就是他的奴才 快點 哥哥 快點 哥哥來吧 哥哥 留點東西 好嗎 待會先啦 我介紹一下 蟲草哥 其實是一個很熱心的貓義工 在街上收拾貓寶寶 養到現在六年了 蟲草哥 是一個很乖的貓 平易近人 是我這些最好的保護者 所有街的老鼠 經過他的見到 都沒有一下子的秘密 這裡除了從蟲草哥拿FIT之外 還有兩隻貓一起看店 在街上做的 人們都要走 有些人都要走 有些人都要走 然後有收到養 有些人都要走 最高峰的時間要養六隻 有兩隻年紀大了 走走了 過了身了 另外一隻就移了門 去了加拿大 蟲鼠離開了就有點憂鬟 牠不出門口 肚子不出來 不開心 貓都有的 很可愛 牠心痛 你也沒辦法 這是自然規律 其實貓和人是一樣的 感情是一樣的 只不過不懂得綁 很難過 其實最難過是醫師母 因為照顧了牠們很久 這裏很有溫情 我一開始不是這裏的顧客 我純粹在外面路過 進來看我看得很開心 就可以了進來 看看貓貓沒問題 開始就混熟了 後來弟弟加上我做貓貓 幫忙上載一些照片 用他們的口吻去說 本太子 我就逢方圓河 就會過來探摸牠 因為我未見識到一隻貓 會這麼自動 買來做手桌 被你浸著來打個蜜 我覺得很神奇 你要顧著看著牠 應該生活會比較平和 看好事 幫到大家都好 有些人喜歡貓 你看看那些多開心 我覺得人們不需要怕貓 這些東西 不需要怕貓 真的貓很愛的 你有沒有養 你應該養一隻 兩隻 不要養一隻 你應該要 pat你 謝謝